嗨,大家好 请要跟大家介绍 EBSCO 的 DLSS 资料库 它是属于跟牙科有关的一个全文资料库 那我们来看我们官网上的介绍 在我们的官网上有提到 在 DLS 上中 它有 107 本就是 active 的 然后非 open access 的期刊 那也就是说 这 107 种的话 都是要单独订购付费取得的 然后这些期刊当中 如果是有同行评鉴的 那它有 97 本 所以就是大概 10 本 是没有同材评鉴的 然后这些期刊的话 它就是没有 embargo 没有任何滞后的话 也有 59 本 所以等于是有 59 本的集期的期刊 收入在 DLSS 当中 然后在 WebSites 跟 Scopus 当中 也有收入 这两个资料库其中之一 有收入 73 本 那这一个 DLSS 资料库 主要就是提供 我们的牙科需要的期刊的全文 那这些的期刊的全文呢 还包含就是 167 本 就是 OA 的期刊 那这些 OA 的期刊 它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去搜寻这个文章的片名 也可以找得到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 DLSS 当中呢 它的这个内容还有包含这个 就是主题的索引 然后包含的这个主题的话呢 有这个就是牙科的公共卫生 就是额科 亚洲病等等 那我们接着就实际进到 它的使用画面跟大家提一下 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提一下 DLSS 当中有些期刊 它是提供最新最集齐的 所以这边刚提到有 59 本 好那这边有几个解图 所以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 Apps Code 的 DLSS 当中 去搜寻这些的期刊 那这些期刊的话呢 我们就是可以看得到最新 最集齐的全文 那我们也有提供这个 就是收入的这个清单 如果有需要的话 好那接着我们就进到 Apps Code 资料库 来搜索这一本期刊 那这个 JDR 的话呢 进到 DLSS 当中 如果我们单纯只是 把刊名打上去的话 这样子所做的搜寻 它其实是去搜寻文章当中 有提到这个字的 那这个刊有的时候是来自于 JDR 那有时候不是 所以搜寻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要去搜寻某一本刊的话 建议大家点击左上方的 Publications 左上方的 Publications 点选之后 会在这边看到一个 浏览的一个功能 那我可以按照字母来浏览 或者是输入我要查找的刊名 按照字母来做排序 点浏览 那就可以看得到这一本刊的话呢 就是 JDR 的话有收入全文 而且它的全文年代是从 1919到现在 今年是 2023 所以它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那在我们的资料库当中 每一本期刊都有收入的这个年代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要确定这个年代是我们有收入的 那 JDR 大家点击这个连结就可以进来 那可以看得到呢 这本期刊呢 一年初13本 然后这边是它的官网 然后右手边的话可以看得到 1919到现在 那我就点 2023 我可以看得到 4 月号 那我们点击 4 月号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最新的这一期 最新的这一期的文章呢 有 12 篇 那这 12 篇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 PDF 就可以开启 开启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这一篇的这个文章 那我们的文章右手边有 就是 Google 硬碟 还有就是 OneDrive 可以直接存到云端 但是要登入这两个的账号 然后这边的 E-mail 是可以把这篇文章寄给自己 那右手边的引用 可以直接看到 比较常见的几种引用的格式 AMA APA 可以直接复制贴上 那有需要的话 可以汇出到 A-note 或其他的这个数目管理软体 那我们的文章 刚刚看到 12 篇 那左手边可以看得到 它有 1 到 5 6 到 10 所以我不用再回去 我就可以直接点这一个 就是连结 它就会直接帮我们带到下一篇的 好 那就可以看得到这一篇的文章 那再下一篇一样点选 那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篇 所以我们不用挑回到上一页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选择其他的件集 也可以看上一起的 然后我们的文章如果有提供 HTML 全文的话 点击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文章的存文字的版本 存文字的版本提供两个额外的功能 一个是翻译成各国语言 第二个是朗读 所以我如果要的话可以让电脑念这一段 点 Listen 或者是 直接点这个三条线 它也有一个 Download MP3 的一个选项 点击之后 点这个 Agree 跟 Download File 就可以把文章存成一个 MP3 档 那我们点这个 Back 回到主页面 再点 Result List 的左上角的 就可以回到刚刚的搜寻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期 12 篇文章在这 那我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这边有 Sited Reference 就是它用的这个文献 那这里用文献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点击左上角 就可以回到刚刚的搜寻结果页面 然后我们如果需要 收集这一本期刊的 12 篇的文章 那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加号 把文章加到资料夹 那有一个全选的功能 在这边有一个 Share 我们可以点 Result 1 到 21 就可以把这 12 篇的文章 都变成黄色 然后加到资料夹 点击资料夹就可以看得到 这 12 篇的文章放在资料夹的这个 Articles 资料夹当中 那我可以勾选全部 点电子邮件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文章寄给自己 所以如果有多篇文章要寄送的话 我们可以先放到资料夹 那如果是直接单篇开启 PDF 档的话 就一次寄一篇 一样这边可以勾选点汇出 这边还有一个 Save as File Save as File 就点了之后 可以生成这个 AMA 的格式 或 APA 然后选了之后点 Save 就可以把这 12 篇的 AMA 格式 显示出来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复制或者是另存网页 点击左上角的 Back 再回来 接着我们再点这个 Back 回到左页面 那我们如果搜寻的时候 希望只顺定在这本期刊当中做搜寻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呢 做就是查找 所以我们如果搜寻的时候 要把这个券旗移掉 可以把这个后面的栏位移除掉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再打上第二组的关键字 那第二组的关键字的话呢 比如说我希望搜寻这个 就是亚洲病 那我搜寻的时候 就限定在这本期刊了 上面有一个 Jn 的代码 那栏位的部分 我可以选取全部文字 接着按搜寻 这样我可以限定在 在这本JDR当中呢 搜寻到一千多篇的文章 就一百多年来的 关于亚洲病相关的文献 最早的话是1919 就是最早的那个收入那一期 然后再来的话是2023 那这样的搜寻方式 就继续搜寻个别的期刊 还有就是在个别的期刊当中 去搜寻某个关键字 那接着我们点击New Search 把资料关键字都清空 接着我们就可以搜寻亚洲病 那我搜寻的时候 这么多的栏位 我可以选取全部文字 或按主题 全部文字的搜寻TX 它可以带来最多的结果 这样有五万多篇的文章 那我们如果是选择SU主题的话 它可以让我们去搜寻 主题这个栏位 那这样的话呢 就降到一万多 那我们如果搜寻的话 这个主题就是像标签一样 贴在这个文章上面 告诉我们说这篇文章 谈论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那如果我们栏位选择的是作者给的关键字的话 那这个可以看得到 那一般作者都会提供关键字 那这样搜寻的话到9000多篇 所以会发现主题的这个栏位 跟作者给的关键字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个是第三方的公司 所生成的这个主题 一般原始的资料库 都只有提供作者给的关键字 那我们从SU主题当中 搜寻得到这一万多篇的文章 左手边还可以筛选 筛选的部分的话 如果要看全文的话 可以把Vortex打勾 那就可以看得到 EBSCO公司有提供全文的 那还有就是新闻的影片 那是来自于其他的这个供应商 那我们订购资料库 如果涵盖有提供影片的 EBSCO资料库 就会看到这个部分 然后往下的话呢 一样可以看得到文献的这个 就是不同的档案 那依据我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再继续做一个筛选 年代的部分 如果要看一下最近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拉取 选取近五年内的文章 或是用打的也可以 它会即刻做一个更新 再往下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这个DLSS它会有期刊杂志 那我们如果要学术性的 这边可以打勾 那这个期刊就是这篇文章 是哪一本期刊出的 文章相关的主题也可以筛选 文章的来源是哪个出版社出的 所以如果要看歪理的话 点击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一千多篇的文章是歪理的 那手边有两个小图示 把滑锁放到右上角 就可以简单看到文章的摘要 那一样文章可以透过这个加号 把文章加到资料夹当中 那点击进去可以看得到PDF 可以翻译跟朗读的HTML全文 那如果这个Votex移除掉的话 那有些文章没有全文的 我们也会收录 那会发现说像第一篇 它在一千多篇文章当中 日期如果是选择相关性的话 那可以看得到有些期刊 不一定有提供全文 比如说第六篇 那这一篇没有全文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点击文章的连结 看到下方呢 有这个DOI码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DOI码呢 拿来做搜索 那搜寻DOI码可以看得到文章的来源 点击这个第一个连结 就可以到这个出版社的这一篇文章的页面 那如果它是要订购的话 点这个PDF档 那它会额外叫我们去付费 那如果是一篇OpenAssets的期刊的话 点击之后这个全文 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启 我们就看到这一篇的文章的全文 就在这边 那我们再回到左页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 在DOI码当中呢 它有些是有全文的一百多种期刊 那如果我们勾了全文的话 它只会显示那有提供全文的 那我们如果不勾全文的话 有些期刊即便没有全文 像刚刚我们展示给大家看的 这第六篇的文章 它没有任何的Votex 但它可能是一个OpenAssets的期刊 因为我们也有收入OpenAssets的期刊 那我们就点这个连结 或者是大家去搜寻开明 你也可以找得到全文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看看 是不是有全文 那如果是那种需要付费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 管计合作的方式 来取得全文 那这个是我们的DLSS的平台 怎么去搜寻期刊 跟关键字的查照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以上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